三年级互学活动本地123-130页 活动十四 解决问题 酸奶和葡萄汁相差多少L多少ML 1L500ML-330ML 等于1L170ML 打相差1L170ML 左图显示五层楼的楼房 每一层都一样高 以M和CM为单位 计算每一层的高度 16M除5等于3M20CM 打每一层的高度是3M20CM 一袋饼干重250G 八袋相同的饼干重多少KG 8乘250G 等于2KG 打八袋相同的饼干重2KG 左图是妈妈购买的面粉 妈妈用了1KG 30G面粉制作蛋糕 再用680G面粉制作面包 妈妈用了多少KG 多少G的面粉 1KG 30G 加680G 等于1KG 710G 打用了1KG 710G的面粉 最后面粉还剩下多少KG 多少G 3KG减1KG 710G 等于1KG 290G 打还剩下1KG 290G的面粉 上图显示三根绳子的长度比较 最长的绳子长多少CM 32CM 加11CM 再加28CM 答案是71CM 打最长的绳子长71CM 康福的水壶能乘1L220ML的水 艾姐的水壶比康福少180ML 绣容比艾姐少300ML 绣容的水壶可以乘多少ML的水 1L220ML 减180ML 再减300ML 答案是740ML 打绣容的水壶可以乘740ML的水 上图显示伊文的家和学校的距离 伊文从家里到学校 来回三趟 共走过多少M的路程 去学校和回家一趟的路程总和 2×143M 等于286M 去学校和回家三趟的路程总和 3×286M 等于858M 验算 143M 加6次 答案也是等于858M 答 伊文共走过858M的路程 左图显示一包奶粉 冲泡一杯牛奶 需要30G的奶粉 左图的奶粉是否足够冲泡100杯相同的牛奶 100×30G 等于3000G 3000G 也等于3KG 左图的奶粉只有2KG 所以 左图的奶粉 不足够冲泡100杯相同的牛奶 张叔叔一个星期里 共卖出64L 750ML的果汁 张叔叔平均每天卖出多少L 多少ML的果汁 64L 750ML 除7 答案是9L 250ML 答 平均每天卖出9L 250ML的果汁 一步一步来 圈出正确的答案 3L 250ML 等于C 3250ML 112CM 等于A 1M 12CM 67ML 加400ML 等于A 467ML 4X 4X2000G 等于8000G 8000G 也等于C 8KG 8M 73CM 减22CM 等于8M 51CM 24KG 24KG 除6 等于4KG 4KG 也等于B 4000G 把184CM的毛线 平分4段 每段长多少CM 184CM 除4 等于46CM 1L的水 喝了250ML 还剩下多少ML 1L 等于1000ML 1000ML 减250ML 等于B 750ML 更上一层楼 A 回答以下问题 下图是加起炸果汁的所得结果 9个苹果能炸出477ML的苹果汁 140G的橙 可以炸出90ML的橙汁 平均每个苹果可以炸出多少苹果汁 477ML 除9 等于53ML 8个一样大小的橙 大约有多重 可以炸出多少橙汁 140G 乘8 等于1120G 8个橙是1120G 90ML 乘8 等于720ML 8个橙 可以炸出720ML的橙汁 B 解一解 从一卷彩带减下5段各长20CM的彩带 最后还剩下30CM的彩带 这卷彩带原本有多长 5 乘20CM 等于100CM 100CM再加30CM 等于130CM 打 这卷彩带原本有130CM 请帮忙订阅 点赞和分享 关单小精英安亲中心的YouTube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